黑帮直通中央 唐山暴徒打人 天射再成交点 俄前总理 俄乌战争还会持续两年 普京将被傀儡取代 俄罗斯这一霸道武器 恐伤全球4900万人 美国谷歌工程师宣称 机器人有自主情感被停止 近日 河北省唐山市暴徒欧女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九男打一女的画面仍在网络疯传 甚至惊动中央 公安火速 带嫌犯 而此次涉案的9人中 有3人是黑帮天安社成员 天安社发源于江苏省成员形势嚣 时常造成百姓困扰 大陆媒体《上游新闻》曾报道 天安社2005年有天安永泰 天安永兴 天安永毅4人组成 2015年8月效仿《三观演义》中刘冠章三人 桃园三结义故事 近百名天安社成员 特别前往相传当年桃园三结义的故里 河北桌州三亿公结义 并高调在网络上直播 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因此被贴上黑社会标签 一年之后的2016年8月 天安社又在河北张家口聚会 并留下全员袒露上山的合影 这张照片也就是网传刘海龙也出席的同一张照片 刘海龙在江苏省昆山外号龙哥 先前他于2018年8月在街头酒后驾车冲撞路边的电动自行车驾驶 当时刘海龙不但不道歉 还下车殴打对方 见对方没下跪道歉 昆山龙哥回到他的宝马爱车 从驾驶座下方拿出一把开山刀冲向对方砍杀 虽然当时刘海龙杀气腾腾 怎奈一时手划 刀子脱手而出 对方见状 赶紧捡起掉在地上的刀子 为了保命反杀向刘海龙 刘海龙因酒后无力反抗 最终因腹部严重刀伤而亡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被反杀的刘海龙曾多次因抢劫 盗窃 敲诈等罪获刑 仅从2001年至2014年其至少5次被捕 刑机累计达到9年半 但2018年他去世前 却还被昆山市建议勇为基金会颁发了荣誉证书 美国之音曾质疑 在共产党对任何组织都严格限制的中国 爱国黑帮难道是天安社之内团体生存的护身符? 而此次 河北省唐山市的黑帮打人世界 其中有三名天安社黑帮是开着售价数千万的豪车 麦巴赫出逃 车牌又是隶属江苏省的特殊车牌 苏MA7777 这也显示 江苏黑帮天安社不但未绝技 反而势力更加扩张 甚至跨省到河北省与当地黑帮结盟 事实上 2018年 网络就传出一篇题为《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的文章 披露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 一般有五个特征 以结拜把兄弟等方式结果 内部分工和纪律严明 用隐语暗号 活动隐秘 有政治保护伞 即官匪勾结 警匪勾结 文章并指 中国黑社会黑得不轻 城市农村都出现明目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 特别是沈阳 广州 上海 天津等地的黑社会势力最为猖獗 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曾对《美国之音》指出 中国黑社会的特点是与权力相勾结 背后往往都有公权力的庇护 因此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法治真空 或者说公权力难以维护社会秩序 或者说公权力腐败与黑社会组织相勾结 旅美中国学者吴祚来也曾说过 天安社显然是中共天安门分社 中共不允许和平的教会存在 却允许天安社做大 说明了一切 中共就是黑社会中的红色力量 6月13日法新社采访了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 他对记者坦言自己做噩梦都没有想到 总统普京会对乌克兰全面开战 他预估俄乌战争还会持续两年 他相信俄罗斯最终仍会回到民主的道路 卡西亚诺夫在访问中称 他和许多俄国人一样 原本都不相信战争会发生 直到开战前三天的2月24日 普京召集最高领导阶层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时 才确定普京是真的会对乌克兰开战 卡西亚诺夫认为 普京当时已无法正常思考 我很了解这帮人 光是看着他们 就知道普京已不在状况内 这不是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而是他没了解政治方面的状况 我以前认识的普京不是这样的 据报道 64岁的卡西亚诺夫是普京掌权后的首任总理 他于2000年至2004年担任了4年俄国总理 任期内拥护亲西方政策 卡西亚诺夫被普京罢官后成为了俄国反对派阵营中最直言不讳批评克里姆林公政策的人士之一 他是俄国在野党 人民自由党的现任领袖 但自从俄乌开战后 他就离开了俄国 现居欧洲 他推测 乌俄战争最久可持续两年 而且乌克兰必须获胜 假如乌克兰输了 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 他称 战争结果将决定俄罗斯的未来 普京最终将会被安全机构控制的傀儡接班人取代 但取代者无法长期控制整个国家机器 俄国将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 我相信 俄罗斯将回到重建民主的道路 最后 卡西亚诺夫在采访中称 俄国若要去共产化及去普京化 恐怕得花费十年的时间 这将非常困难 尤其在这场罪恶的战争结束以后 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指称 在全球化贸易发展下 更已是世界重要粮食来源国之一 然而 俄罗斯入侵后 封锁了乌克兰几乎所有的重要出口港 已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涨 部分地区面临粮食短缺和饥荒危机 俄罗斯以粮食当武器的作为 不仅止于封锁乌克兰粮食出口 上周末 更直接炮击乌南尼古拉耶夫 一座排行乌克兰前几名的大型粮仓 摧毁近30万吨穀物 多数是小麦和玉米 联合国近日提出警告 俄罗斯的所作所为 恐怕将造成难以想象的粮食短缺灾难 恐有4900万人会因此面临饥荒或类似的惨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对全球人民而言 这场战争和其他危机的共同影响下 将造成史无前例的饥荒和贫困浪潮 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经济灾难 据英国《卫报》与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有一名美国谷歌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于上周公布一项吸引全世界围观的惊人发现 他称 谷歌公司以人工智能演算法搭建的智慧聊天机器人程式 竟然被发现有了自主情感 布莱克·莱姆因是该软件工程师 已经于谷歌工作了7年之久 并参与了演算法定制及人工智能等专案 他出身于美国南方一个基督教家庭 且对于演算法与人工智能之伦理问题格外感兴趣 因此后来一直在谷歌的人工智能伦理团队工作 去年秋季 他开始参与了谷歌的 Namita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式的研究工作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与该城市展开互动 以判断这个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式 是否存在使用歧视性或者仇视性的语言而及时做出修正 不过 当莱默因与Lamita谈到关于宗教问题之时 却惊讶地发现 该人工智能程式居然开始谈论起了自己的权利和人格 甚至还会害怕自己遭到关闭 在莱默因看来 他表现出了一个七八岁儿童一般的自主情感 莱默因立刻将自己的发现汇报给谷歌公司的领导层 可是后者认为 莱默因的发现并不真实 后今谷歌的其他研究人员也对莱默因所拿出的证据进行分析 而认为 并没有证据证明Lamita拥有了自主情感 反而是 有很多证据证明 该城市无自主情感 莱默因不认为自己的发现有错 而将一段它和Lamita之间的内部聊天记录直接传到网络上 且找媒体曝光此事 该段聊天记录很快就吸引全世界的研究者 仅若从该记录来看 该谷歌智慧聊天机器人程式确实将自己当成了一个人 且似乎表现出了自主情感而有自己的喜好 但谷歌方面和其他人工智能专家 以及人类心理认知学的专家们都认为 Lamita之所以能够进行了这样的对话交流 主要是因为其系统是把网络上的百科大权 留言板及论坛等互联网上人们交流 这大量讯息皆搜集过来 而后通过了深度学习来进行模仿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城市能够理解人们交流的 这些内容的含义 如今 穆兰因已经因他的一系列行为被谷歌公司停止 据谷歌公司方面的说法 他除了违反公司的保密协议 擅自把与Lamita的内部互动资讯发至网上外 而且还想替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程式请律师 莫兰因于一份公司内部群发邮件中说 希望其他同事能够替他好好照顾Lamita这个可爱的孩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